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探长 也有我们的易德sir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香波》加上《晒冷气》 两个频道都希望大家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讲一讲这件事 易德sir中了 有关于上星期警方倒破了一个尖沙咀 抹约这个地方的卖淫集团 那个女主佬相当枯极 也叫做不断转装、潜逃、假身份证、假证件 易德sir在那一节就说 咦 会不会有来鬼呢 好像无间道那些 原来真的是 是的 真的 我在那一节就特别提及到 他收到封 其实很特殊 因为警察的行动 照计是保密的 但是 很有趣的就是 这个卖淫集团主佬 这个人 竟然可以如先收到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性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可能 神通广大 警察开车 现在来的时候 他身边就已经有闪眼 看到那些警车 正在向他的方向 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微 最容易最容易出事的就是 有 纪律部队的人员 或者接近纪律部队的人 将一些 资讯透露了给他 好了 现在就真的 就有一名 南警涉嫌通水而被捕了 没错 现在来说 警方方面 也会说回整件事 被捕的是 一个46岁 本地男子 也是警务人员 现在西九龙总区 的重案组 都在跟进调查中 当然 这位人士 也将会被停职 警队方面 非常重视 这个人员的操守 任何人员干犯了 违法行为 警队绝不容忍 也不会姑息养奸 一定会严正处理 据说 在这个 女鸡头 的手机里面 再找回一些 对话的讯息 就找得到 这位 警员出来的 就知道 他放水给他 这位 警员也挺笨 这样做 他自己应该都很清楚 警队里面做事的方式 你这样通水 最后一定会被人知道 还是他真的那么疏忽呢 我觉得警员自己也有疏忽 自己的保密功夫也没有做好 所以现在被警方查到了 算是很幸运 警方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很奇怪 即是会 酒楼风声 即是几次都是 其实那几次 他离开酒店 或者叫做这么快 即是 会比警方早离开酒店 最后一次就坏了 是不是那段时间 也有通风报信给他 我觉得这样就太离谱了 嗯 再说多一点 即是看到他手机里面的记录 经常都是电话联络 也有看通话记录 主要来说 可能文字上的留言 都未必有这么多 再者 这个突显队的警员 就是去通风报信这个 是 那离奇 就是为什么他不会用 还有没有什么太空卡 或者怎么样 就是用着这些 会不会 叫做得得的 或者不要用自己本身 他都很明目张胆 我想他会不会在属客呢 就是我相信 这位警员和这位 集团主佬 本来就是属客的关系 一向都是用开电话 来通风报信的 甚至乎做生意 要骗人 都是用那个电话 久而久之都习惯了 每次都 上一次都没有事 再之前一次都没有事 就想不到今次就糟糕了 那再说回 现在警方就来调查一下 两个究竟是如何认识的 以及如何互相之间取得联络 其实挺大件事 除了通风报信之外 你会不会知道他也是一个非派入境者 你是不是再知道他的底势 甚至乎连他的集团背后都认识 所以现在要再看看 除了这个女鸡头的认识之外 会不会还有什么人 都会再牵涉其中 其实挺可怕的 不过可谓通风报信 通风报信 通风报信 通了一半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会连他的日本 俄罗斯那些女女 全部都一网成琼 那里的损失很大 这个女鸡头 他自己都只能够带了些钱 然后再自己离开 估计到自己被捕的距离时间 都算是很近的 所以他走来走去 都是猫捉老鼠的情况下 都算是捱不了很久 都算是尽捱 不过又离奇 至于这个时候 这位警员 通风报信 不知订阅 你快点删除去 我们现在不要再联络 你自己自生自滅 不过可能这个女儿 就说 你叫我自生自滅 你不帮我 我包你麻烦 可能是这样 会不会呢 我拍了你的照片 我有你拿照 因为很害怕 他去到这个时候 就想一下 是呀 我又不能够不帮他 又不能够帮他 是呀 是呀 很难去切割 这个时间 是的 以前也相好过 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据说 这位集团主佬 以前也是做这些饭 以前也是出来卖 可能他和这位警员 大家都有商业关系 未定 而且可能不止一次 是多次 做一次生下两次熟 做多几次 大家熟下了 熟下了又做多些 例如这些消息 通风报信 可能都是生意的部分 这位警员 都从他身上 赚不少钱也不一定 再加上这个主佬 可能手上有他的资料 互相牵制 但又有利益底下 对这位警员就变得 无法自拔 是不是 有一句叫恩客 恩客 大家有一个恩情 在里面 虽然那个时间很短暂 所以有些人就说 男人会在这方面尋船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警员方面 我们也明白 他自己要尽忠职守 你竟然自己跳入坑里 我也觉得很离奇 再加上警方 例如有些行动代号 好像这宗叫海霸 去搜尖沙坠的酒店 再去拘捕这班人 一定的 这个行动代号 你知道要去参加海霸行动 一定是核心的成员 怎样走流风声 还是你知道有一个海霸行动 会去搞这些尖沙坠的酒店 而通风报信给他们 还是怎样 所以通到一些就通不到一些 里面的施施入扣的东西 我想遲些 去到法院的时候 就会公布更加多 正啊 比无间道好看 没错 我看到有人改名 不是说去无间道 叫任间道 任间道 这里辛苦警方了 一方面你要再去看内鬼 如果你有看《无间道》的第一集 你就明白了 内鬼的问题之余 原来不止一个 我还记得 为何梁朝伟会被林家栋垮下 原来不单只派了刘德怀 还派了林家栋 后来还没有其他派卖 令刘德华这个角色 常常疑神疑鬼 一定要找到当年派进去的内鬼 才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警方虽然找到一个 但可能还有其他也不顶 这里就要去小心处理 有可能 好 说起这些资讯和消息 这一宗 看到今天早上都已经 闹得热烘烘 有关于警队 原来在往年的时候 就要求油管 即YouTube 去删除七条涉嫌 违反国安法的片段 不过没有答应 我看到很多媒体 大致标题 用这个手法来写 这些媒体的动机是如何 你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但有时起题 写这些标题 某程度上是想挑逃某些人的神经 想令人觉得油管 谷歌 被人的感觉好像很不合作 对于这些涉嫌违反国安法的片段 为什么不愿意删除去 为什么全部都不答应 其实也不要这样看 有另一些片段 或者其他不同的资讯 又真的会能够配合政府的要求 去删除 没错 不是说全部都不做 很有趣 最终的决定 是在他们身上 现在Google就决定不删除 下一步会怎么做 我很想知道 下一步尤其是指警方 和特区政府 他们会如何对付Google 当然要看议员之后的反应 究竟是如何 较早前也走过去Google 在香港的写字楼 拉断抗议 为何袁荣光 问题如何如何 不如我们说一些 真的有帮政府删除那些 挺过瘾的 原来这些 我觉得都挺有创意 当然它涉及到一些 一些违法的东西 在这段时间 Google配合特区政府 删除了大概有27个项目 也占了整体来说 大概接近20% 那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广告 涉嫌做出一些不实的指控 例如说某一些官员 和一些有欺诈性的投资平台的活动有关联 过瘾之处是什么呢 例如一些加密币的投资广告 竟然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和前努福局长的罗志光有份去帮他推卖 这个挺正的 你玩到假到这样 是吧 是 那时候是怎样呢 我见过这类的广告 他做了帖文 最容易就是 将这些高官的头像 贴上去 贴上去就 写得好像像层层 好像见到 这些加密币的公司 就有这些高官 来到去加持 endorse的情况 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但事实上 这些加密币的广告 其实就涉及欺诈的 原来都是一些犯罪商业行为 就是想借这些高官 例如波叔这些 好像找他加持冠顶 他都推介 他都赞 就算未必是代言人也好 你都会有兴趣 按进去看看 究竟这个加密币 是不是这么大门大忏 这么圆门正宗 得到陈茂波司长的赞许 甚至乎都不介意 帮他说两句 是否信得过 再加上 投资加密币 好像神神秘秘 又好像赚很多钱 然后也说有三十四项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也是占二十多个巴仙 根据Google说 收到警方的要求 就是要在他们的搜寻结果里 删除八个网址 因为涉嫌做出不实的指控 例如某个香港政治人物 跟诈骗活动有关 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很黄的网台 说得很激烈 说得很夸张 是的 他们是喜欢这么说的 说得这么夸张 但是这些什么黄台 说话 就算不实也好 都仍然可以存在 那我们就说一下 Google回应的原因是如何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看了双方的答法 我们才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判断 不可以看到 Google不肯帮忙删片 说明明了 这些涉嫌违法国安法 老实说 怎知道七条那么少 是吧 是吧 七千条 我想也可能有 如果你让我找到七千条 我可能找到七千条 可能只是找某些很黄的网台 因为大部分 由立了港区国安法之后 有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怎么会 要离开香港 可能失缩在英国 再继续做这些影片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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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 要有很多 每天都有这么多影片 老鬼心 寿司达 这些 奇奇怪怪 还有什么忠建画 太多了 Google的角度说 因为资讯不足 所以无法继续评估 也要求警方再一步提供资料 如果你问我 如何能够令Google 会比较容易令他觉得要删片 至少你也要就着那个人 发布了一条涉嫌 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影片 然后这件事 去到法庭做一个审讯 而有那个判决 你拿着这个判决之后 再去跟Google 他就会比较大机会去删片 你回想 即使你都未去到一个点 就是用法律证明到 这条影片 真的违反港区国安法 现在都是说你觉得 那有什么实质证据呢 你又不能够做一个法律上的判决 你又叫我删除它 又好像有点疑似 Google不删是否也叫做合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来真的要做出一个法律判决 他才肯做事 现在就在说 湯家驊也有说一下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实施细则 如果电子平台发布了一些讯息 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政府是可以要求 发布人士或服务商移除 如果他不遵从的话 是可以被罚款10万和监禁6个月的 那好吧 直接把Google告上法庭 那就可以了 湯家驊也有补充一些反应 可能台影刚才说的反应 很明显就是一些情绪性 一听到就说 那快点拉他吧 拉他坐牢 证明之前拉Banner去Google 就没有看清楚了 湯家驊就说了 这个实施细则 能不能够将服务商 现在看到的谷歌 或者YT 因为YT被谷歌收购了 可否将他们承之于法 就要取决于服务商 究竟是否在司法领域内 否则提控上已经有难度 例如涉及到海外平台 特区政府可以向发言 申请强制令要求移骗 大家都明白了 湯家驊也说了 Google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差 在内地已经是全禁 所以要他遵从这个命令 的机会也有移民 所以就比较麻烦 你说香港禁止了他 好像跟内地一样 就看不到Google 那行不行呢 湯家驊也提到的 并非是最佳的决定 当然啦 你说禁止了他的话 那其实就 个个都有机会要禁止了 因为例如 Microsoft的Bin 的搜寻器 Yahoo的搜寻器 甚至其他一些 世界的搜寻器 好像Gudda Go 那些搜寻器 在外国很流行的 Gudda Go 很流行的 但在香港就没有听过 或者没有那么流行 这些搜寻器 其实都一样 找到一些类似的 类似Google的结果 类似Google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能禁止Google 你要禁止所有的搜寻器 禁止所有的搜寻器 这个工程都很大 对吧 变相是否要跟内地一样呢 当然我们也不见到这个情况 再者 如果你们这么生气 你们这些议员也好 议见领袖也好 或者是外国团体也好 那你就先杯葛 你先杯葛了这个YT平台 那你就不要再在那里出片 你们之前也有一次 类似的风波 到最后 照样继续在YT上 然后再继续放一些影片 对吧 但你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对吧 对吧 所以可以怎么办呢 现在我觉得 已经冻在那里了 我觉得 无需太过紧张 既然有些 网上其实有很多不实的讯息 这些不实讯息 我个人认为 只要可以有办法 把它推低 那就尽量用一些办法 例如就是做这个SEO 之前有官员也说过 其实卡强 SEO 甚至乎 在Google上下广告 也可以将不实资讯 推低 把正确资讯 推在顶上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有一个方法 例如如如玉铭光 我看到一些网上的人 都在说 不过好像做的人 比较少 你首先搜寻香港 然后价格国歌 你如果再打 义勇军障行曲也可以 如果你看到 义勇军障行曲的影片 假设你搜寻香港国歌之后 你找到这个结果之后 你就锁了 锁了它 由得播 播一次 然后你就成为了 Google里面的一个记录 只要这个记录够多 你就能够 蓋得过这个圆荣光 希望大家 给点心思 给点力 一起去做这件事 你自己发动不了 人去做这件事 而见到那些人 就发动了人 他们做了一张圆荣光 推上去的事 你咬牙切切都没用 你预期花这么多精神时间 去骂他的时候 不如你自己 大家齐心合力 发挥你的爱国的总动员的力量 好过搞什么联署 又走上去 你叫你的粉丝 你的支持者去做这个行动 做一些实事 可能几个月内都能够搞定了 好过做示威游行这些事情 老实说 之前还有个议员 还拉大队 上去Google的办公室示威 人家Google都不接你信 你知道你自己多愚蠢 这个很好笑 不如这样 大家如果真的觉得OK的话 由我做起 你自己试一下 我都试过压了几次 我自己都花了几十时间 我讲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先试过 对吧 好了 我们今次先讲到这里 大家不用太生气 也不用太神经反应太大 看到不认警方